在我们看到顺向偏压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推导 在顺偏时候它的 电流电压的关系式 那前面我们知道 从MaxA宣告里面 我们得到怎样 在热平衡的时候 就是在热平衡的时候 你的电子跟电动的成绩 会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会是等于Ni平方 那Ni平方就特定这样 一样是热平衡 只是这时候它是存值的半导体 那存值的半导体 那电子电动的浓度就是 都等于Ni 所以Np会是等于Ni平方 好 那在当我加上顺偏的时候 那加上顺偏之后 在控阀区这个区域 我们讲控阀区会变小 那控阀区这个区域里面 电子跟电动的成绩 它会是等于Ni的平方 再乘以Expletion V除以Vt 好 那这部分是从原件物理那里推出来的 那怎么推的 我们现在就先不管它 我们现在先接受这样的一个讯息 比如在 一样在控阀区这里面 你控阀区会变小 那变小的结果使得现在 在控阀区里面电子电动的成绩 会是等于Ni平方Expletion V除以Vt 那我们推导这个电流电压关系式的时候 我们是假设在控阀区这边的 复合的电流可以忽略掉 因为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电子电动的成绩 会比热平能的时候是Ni平方吗 会比这个多一个Expletion V除以Vt 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那会有一个Net的Decombination的量 那这部分我们先把它孤月量 好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在 偏远的地方 一样会满足这个关系式 以后Np会是等于Ni平方 乘以Expletion V除以Vt 那我们如果假设 现在注入过来的这个少量宅子 这个的量 假设比你的主要宅子 就是nn的数量要小很多的时候 那如果是小很多的情形下 你注入过来的这个量 相对于主要宅子 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这时候在控阀区边缘这里 它的 变子的浓度大概还是等于nn 这个大概还是不变 但是电动的浓度呢 由这个式子 Np会是等于Ni平方Expletion V除以Vt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在这个地方它少数宅子的浓度 会是比热平等的时候要多多少 Expletion V除以Vt的量 在热平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 nn乘以p n0会是等于ni平方 那我们讲在控阀区边缘这里 你的n还是等于nn 那这时候pn的浓度呢 会是pn0再乘以Expletion V除以Vt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 少数宅子的浓度 会比热平等时候的浓度要多 这样的一个量 就是它会变成正平等时候的浓度 再乘以Expletion V除以Vt 那这边我们如果假设现在的 这边的n型区跟这里的p型区 它是足够长 所谓足够长就是这里扩散过来的 少数材质会怎样 自然衰减道理 自然衰减道理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少数材质的分布 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在h的地方 它的浓度会是热平等时候 再乘以Expletion V除以Vt的量 那我们如果假设这个 n型区过宽 那过宽就是我注入进来的少数宅子 它有办法怎样自然的怎样 衰减道理 那这时候它随S分布的情形 会是pNOS 会是pN0 然后再乘以再加上这个差量 那这差量的话会是 等下 随指数 就是随X的位置指数衰减 它会是等于Expletion 负的X减掉XN 除以LP 那在这里LP就是 p4电动 它是电动的Diffusion Lens 扩散 扩散长度 比如你可以想 把它想成就是我这里扩散过来的电动 它平均可以扩散这么大的长度 那就会怎样被复合掉 因为你过来的是过量的 那过量的它最后还是会回到热平衡的量 所以在这边你的复合的量会比产生的量来得多 所以它会有一个Net的Decombination 那这个会是等于根号DP除以TOP了 那DP前面我们有讲过是电动的扩散系数 还是扩散仓数 那TOP呢就是电动的Laptime 那电动的来看相对的就是这样 我这个过量的还是超量的这些电动 它平均可以存活多久 有它平均可以存活高P这样的时间 之后这样就会复合掉 好那由这个分布 那我们知道在共伐区这个边缘地方 它的扩散电流JP会是等于多少 负了QDP比P比X 那这个另外有一个近视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电流会是连续的 对不对 在每一个界面 在稳定的时候 流进会等于流出嘛 就是你没有储存 没有消失 没有产生 那我们如果假设空伐区的地方 一样怎样 没有产生 那离开空伐区之后 这里大概是怎样 一个cos neutral region 这样的一个情形 有 在这边 这里算出来是算什么 电动的电流 那另外一边你可以算出电子的电流 那我们如果假设在空伐区里面没有产生复合 那由电流连续的情形的话 怎样 在空伐区里面 这里的电动的电流都会等于这个量 那电子的电流也会等于这个量 所以在这个空伐区两边你就算出它的电子电流跟电动的电流 那这加起来就是它total的电流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 在N型区 空伐区边缘这里 那你可以算出怎样 电动的扩散电流 那我们知道扩散电流的公式是 物的qdp 那p的浓度 就是电动的浓度对x的微分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jp 会是等于q 刚才pos 然后s 就是这个 这是扩税s分布的情形 当然这里还会加一个pn0 那这一项对x微分 前面的部分都跟x无关 那你跟x有关的就只有后面这一项 exp-x-n 除以lp 所以这个微分出来会变成-lp分之一 所以在这里-削掉 那这里就变成除以lp 那这边造型 那在xn那一点 就把x带xn进去 那带xn进去 这一项就变成1 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的 电动的浓度 在控阀区边缘那里电动的浓度 就会是等于q 再乘以dp除以lp 然后乘以pn0 然后乘以exp-v 浓度 浓度你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去算 那得到的你就是怎样 把电动的参数跟电子的参数把它固掉 jn会是等于q dn除以ln 然后乘以np0 exp-v除以vt-6e 好 那你total的电流密度就是jn跟jp把它相加 所以你把它加起来 再乘以面积就是电流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i 二极体流过的电流 那就等于a再乘以这个 然后再乘以exp-v除以vd-6e 那在这边我们知道pn0 就是ntype里面少数材质的 热频的浓度会是ni平方除以nd 那相对的np0是ni平方除以na 那如果把pn0跟np0用参杂浓度把它带进去 那我们可以得到i会是等于aqni平方 然后乘以lpnd分之dp加上lnna分之dn 增加起来 然后乘以exp-v除以vd-1 那后面我们讲到二极体的时候 会把这个式子用这样的式子来取代 哎呦 二极体的电流 面是等于is再乘以exp-v除以nvd-1 那这是二极体它通用的一个电流电压关系式 那这个n跟这里会差一个系数 那主要是考量其他的一个电流成分的时候 那这边它随电压的指数关系 这里会多一个n的系数 那相对的如果以我们讨论的 是扩散电流为主的情形下 那这个n就等于1了 那前面这一项就是它的scale current 还是saturation current 所以is的量其实就是这个 有is的量会跟你的截面积成正比 因为你面积越大 可以流过的电流就越多 那它会跟ni平方成正比 然后再乘以dp除以lpnd 加上dn除以lnna 那后面这个大概就比较 跟温度有关 但是变化不会那么大 那这里面跟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就是ni平方 比如ni平方随温度的变化会很大 那导致于我的is的电流 就是这个scale current随温度的变化也很大 那这样使得二极体流过的电流 它本身跟温度的关系会蛮大 比如温度变化你 相对的你电流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变化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以我们刚才所推导的那个is current 就是它的scale current 那它大量会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就是10的-18四方到10的12四方安排 因为它会跟节面积有关 所以相对的你面积大一点你的is就会大一点 然后另外的话它也会跟它的灿杂浓度有关 好那我们一样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那在这里假设对一个pn介面 那我们考虑在example1.10这样的情形 现在nA的浓度是10的18四方 nD是10的16四方 面积是10的-4四方 平方公分 那nI一样用1.5乘以10的14方 平方公分 好那现在lp是等于5个micrometer ln是10个micrometer 那lnLp相对的就是电子电动 它的扩散长度 那dp就是在n型区的话是怎样 少数载子是电动 所以电动的扩散系数是10公分每伏特秒 那dn是18平方公分每伏特秒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二极体 那我现在的pn介面它是顺偏 而且导通的电流是0.1mA 以后我让它顺偏导通0.1mA 那计算is的大小是多少 然后再来is知道了 那你去算我现在所需要的顺向偏压 电压会是多少 就是我要导通0.1mA的时候 你需要的电压是多少 那再来的话就是 电动跟电子注入的电流的分量是各是多少 比如 pore的component跟 enetra的component 各别是多少 好 那我们知道scale current is是aqnI平方 然后再乘以dn除以lpnD 加上dn除以lnNN 所以在这里就把屏幕的这些参数把它带进来 面积是10的-4次方 那电子的电流量是1.6乘以10的-19 然后nI是1.5乘以10的10次方 所以把它平方 然后再乘以dp除以lnD dn除以lnNN 所以这样算出来 is会是7.3乘以10的-15四方 那这是它的scale current 那scale current 算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 在顺偏的时候 is等于is exponential v除以vt减掉1 那因为你现在是顺偏 所以explanetial这一项会远大于1 那远大于1的情形下 你这个减1可以麻糊月亮 所以这时候你的电流大概就等于is exponential v除以vt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你顺向偏压的电压v 会是等于vt再乘以natural logi除以is 那题目给我们电流吧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电压 会是25.9乘以10的-3 然后才乘以natural log0.1乘以10的-3 除以7.3乘以10的-15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需要顺偏的电压是0.605 好那分量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由is这个量来看 is这个值 那is这个值 这一项是电动的还是电子的电流 cp除以lp nd 那这一项是电动的电流还是电子的电流 比如这个成分是电子还是电动 所以你主要看是看怎样 擴散系数嘛 那擴散系数dp 所以相对的这个部分是电动的电流 那这个是电子的电流 那你其实怎样 两个成分的电流就是这两个消除而已 那这两个消除你可以得到 ip跟in的比值 会是他的擴散系数的比值 然后乘以什么 就是擴散长度会是乘反比 因为你擴散长度越大 其实怎样 你产生的电流会越少 你擴散长度越大就是你衰减的越慢 那相对的你的t度就越小 那再来就是跟他的参杂浓度 这部分 这样 乘正比 所以在乘以na除以nd 那你将把系数带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样 电流的比值是110Eb 那在这边你去看这些扩散系数 跟 扩散长度 其实他的order不会差很多 点多差个一两倍 那这个 刚好等下又抵消掉 所以你主要的比值会是怎样 后面参杂浓度这里的比值 如果你的参杂浓度 比值多少 那你的电流的比值大概就是那个量 所以这两个比值差了100倍 所以你出来的比值大概也是100倍左右 那这算出来是111倍 所以IP就是0.1再乘以112分之1111 那这样算出来是0.0991mAh 那这是电动流的部分 那电子流的部分呢 就等于112分之1再乘以0.1 所以是0.0009mAh 好这样这个例子这样讲出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接下来我们看到 分溃的部分 那分溃的时候就是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你把它反天的时候 我们讲它会有一个反向的逆向电流 那基本上这个电流大概是维持一个定值 但是当我反边的电压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那这时候二极底的空拔区里面会产生崩溃的现象 那一旦产生崩溃的现象 这时候它就会这样 快速的有一个很大的电流流过去 那你的电压大概维持在那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二极底 现在它是工作在崩溃区 那崩溃的现象在这里主要会有两种机制 那两种机制 一般来讲它都要发生在电厂很大的时候 那这两种机制一个是GINA VEDAR 那一个是EVEDENT VEDAR 一个是累增崩溃一个是GINA崩溃 那GINA崩溃一般它会发生在你的PN界面 两边的参查浓度都是很大的时候 比如我参查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那因为你加反偏的时候它的电厂会变得很大 那这时候在控伐区里面的电厂 它可以直接把控伐区里面的 在架带里面的电子 直接把它拉到传导带上面来 那这样的话就怎样 由电厂直接产生电子跟电动队 那电子电动队产生之后怎样 在控伐区里面就 会飘移产生电流 所以这样它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那这个一般来讲它需要控伐区很薄 就是你如果用能带的结构来看的话 它大概就变成这样 就是在这里控伐区的电子这样 直接拉出来到这边传导带上面 那这个有时候在原件物理那边会讲 它是一个Ternoline的一个效果 穿睡效应 所以当这个参查浓度越大的时候 这个控伐区就越窄 那越窄它就越容易产生穿睡效应 那这种效应因为它是 就是直接把电子从架带 直接拉到传导带上面来传导电 所以相对的它的 随温度变化的情形会是怎样 就是当我温度增加的时候 那你在架带的电子的能量会比较大 比如它从周围温度或者能量会比较高 那相对的我要把这个架带的电子 把它拉到传导带上面来 需要的电场就比较小 比如你的活力比较高 所以我只要轻轻的加加一下力量 它就可以拉到传导带上面来 所以这种崩溃机制随着温度增加的时候 它的崩溃电压会下降 那一般这种机制通常会发生在你的崩溃电压小于5V以下 比如你激纳二极体如果电压小于5V以下 那它通常都是因为刚才讲的这种崩溃机制所发生的 激纳不会大 那因为这种机制它是把电子 直接从架带拉到传导带上面 所以当你架带的电子 它的能量越高 那我要把它拉出来就越容易 所以温度增加的时候 你架带的电子得到能量会比较高 那比较多的机制下降 它就比较容易被拉出来 所以温度增加的时候Vz会下降 所以它会是呈现一个负温度系数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这是激纳崩溃 那另外一种崩溃我们称作累增崩溃 Evalent breakdown 那这种breakdown是发生在比较大的电压 崩溃电压比较大 这种崩溃它通常两边的残长能度 会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大 那这种崩溃机制一样会是跟控罚区这有关 控罚区这里面我们刚才讲过 你控罚区变大之后 这里不是有一个变长吗 一样我们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这是B型这是N型 那在这里面的少数宅子会受到电厂加速 比如我电子会逆电厂跑 电动会顺电厂跑 那在这里加速可以让这些电子电动有机会获得比较高的能量 那当它获得比较高的能量跟金格里面的电子产生碰撞的时候 它有机会怎样 经由碰撞产生电子电动队 那产生新的电子电动队 一样在这个控罚区里面受到电厂加速 就可以产生新的电子电动队 所以这个叫做累升崩溃 在这里一个电子产生电子电动 那金产生的又可以产生电子电动 所以这样就变成一变二二变四 所以当到达到那个临界点之后 它就可以产生很大的电力 所以这种机制是经由宅子在电厂里面加速获得足够的能量 所以它的主要关键会是电厂需要加速这个电子还是电动 获得足够大的能量 那在室温附近当我温度增加的时候 那这些电子电动它的迁移率 mobility会下降 那mobility下降的结果使得我要得到那样大的能量 你所需要的电厂会比较大 也就是V位是等于μ乘以1 电子电动的速度会是它的迁移率再乘于电厂 那随着温度增加的时候 这个迁移率会下降 那我要得到相同的能量 就是你不会把它看成相同的速度 那这时候你的电厂就要增加 所以在累增崩溃这种崩溃机制下面 当我温度增加的时候 迁移率会下降 电厂要再增加多一点 你才能得到相同的能量 所以温度增加的时候 它的崩溃电压会上升 所以它的崩溃电压会是一个正温度系数 那就是difference compared down的时候 这种机制会使得你的Vz电压 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这个temperature coefficient的 今天不会倒是负的 那这个会是正的温度系数 那一般如果在5到75之间就是 这两种机制都有可能 所以相对的在这个区间它 崩溃的电压就比较不随着 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不过一般我们如果希望 产生一个比较不随温度变化的情形 通常你会用一个激纳的 就是Evernight compared down 这样的一个激纳二极体 再串一个二极体 用一个正温度系数 加上一个负温度系数 那这样大概可以得到一个怎样 跟温度不大变化 这样的一个电压值 好 那这个部分是崩溃的部分 用它的崩溃机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二极体界面的一个电容效应 那基本上电容它的电力是什么 C是等于Q除以V嘛 由一个元件来讲 当我两边的电压改变的时候 它的电荷会跟着改变 那这时候它的电荷除以电压 这个比值就是它的电容量 那对一个固定电容来讲 就是我们常常技术上做的实验 那这个电容基本上怎样 它的电容跟电压变化几乎不大 所以它可以用怎样 固定的一个电容值来表示 那对二极体来讲 其实它两边的电荷跟电压的关系 并不是线性的 所以相对的它的电容值 其实会随着不同的k压和游所改变 好 那这部分前面的话 我们有推导过了 就是当我在反偏的时候 好 那反偏的时候 这时候 控罚区两边的电荷量 QJ会是A在这里的 2FSQ NA加ND分之NAND乘以V0加VR 这个开根号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怎样 它跟你的反偏电压会是有关 那在这里跟它有关 但它不是线性的变化 所以相对的它的电容值 其实不是一个常数 它在不同的偏压期限下 它会有不同的电容 那我们技术上用的 技术客用的那个电容 那基本上怎样 它的电压改变的时候 它电压改变几乎是线性的 所以它的电容会是一个固定值 那由这个公式 我们知道你的QJ会是α 再乘以更号V0加VR 那α的话就是前面这部分 比如α是A再乘以更号2SQ 再乘以Na加Nd分之NaNd 好,那这个是把刚才的那个 关系式用来做图 以后我追的VR改变 那你的QJ呢 它的变化大概就是 橙色的这条线 所以当我在某个偏压点 VQ这一点 那这时候我电压改变的时候 它电客的改变量 比如这个斜率 对应到就是在这一点它的电容值 那这个电容值 我们把它写成CJ 有二极体的界面电容 想选择capacitors 所以CJ就等于QJ的VR 就是当我电压变化 一个量的时候 你电它有变化的量 那对于某一个偏压点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你不同的偏压点 你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变化的情形 所以在这里CJ 就会是等于 我们把刚才QJ这一下 这个式子 对比较为分 在某一个偏压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怎样 CJ会是等于α α除以2 更好V0加VR 那如果以这样的式子 就是它是针对VR等于VQ那一点 所以这个式子 这里你其实可以把它写成VQ了 就是对应到某个偏压点 那VQ其实就是VR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定立一个电容 就是CJ在G0 reverse BIOS的时候 就当VR等于0 那这个电容我们叫做CJ0 CJ0的话是等于多少 α除以2更好V0 那V0就是二极体它的内键电压 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 把α那边把它带进来 那 就等于A再乘以更好2S1Q 然后再乘以NA加ND分之NAND 然后再乘以V0分之1 好 那我们如果用CJ0的时候 那你CJ就可以用CJ0来表示了 用CJ可以表示成怎样 CJ0再除以更好E加VR除以V0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跟VR 并不会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变化情形 它是 会除以多少 更好E加VR除以V0 加的一个情形 好 那刚才的那个电容值 我们是用什么 用AV来表示 那个电容值 我们得到的电荷 其实我们是把它怎样 两边是突然改变的时候 那这些电荷 改变的情形得到的 那对其他的一个电荷分布的一个情形的话 那这个电荷的通式可以写成这样的样子 CJ会甚至于CJ0 一样就是这样 我没有偏压的时候的情形 然后再乘以1加上VR 那M次方 那M次方 这个M 我们称作Vading Coefficient 那这Coefficient 如果在正常的一些参加浓度的情形 看起来好像是 2分之1到3分之1了 那其实1分之1对应到的是什么界面 2分之1对应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 这也得到的就是1分之1 所以它是一个About Junction 就是在界面的地方 还是空伐区里面你可以把它看成这样 它是突然变化 那两边的参加浓度是固定的 那如果是1分之1对应到的 会是Linear Graded 因为在这里的话 空伐区的电热它是怎样 一个线性变化的情形 那这样你推出来会是1分之1 那当然你如果有不同的一个变化情形 其实你可以得到不同的M值 比如你如果要做一个变容 做集体 那你希望怎样 你的电压改变跟变容改变 如果是线性的 那你会希望M会是能够-1次方 那这个可以透过一些特定的参杂浓度的剖面 所以它随 对此变化的情形来得到 那一般来讲你如果是由Linear Graded 就是线性建立到 刚才的About Junction 那大概就是1分之1到1分之1之间 那当然你透过不同的参杂剖面 可以得到不同的M值 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